去年在看不朽江连华时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个在2022年公布的CNAP奥德赛 他到底会不会作为一个CNAP出现在此次江连华之中 以前呢专门做过视频通过读图来猜这个什么游戏 还看到了非常多的招聘信息 但是整个江连华从开始 到最终结束我来个毛都没看见 整个江连华救济的老爸在台上哭 我当时还在想这是暴鼻早的喜极而泣啊 但为啥从头到尾都没聊到奥德赛呢 你不知道有屁不放憋坏心脏吗 然后看到这条消息时我才终于明白 老爸这是没劈应己锻炼身体啊 没错在1月26日微软突然间宣布进行大规模裁员 其中包括XBOX 贝塞斯达 以及冬式暴雪合计裁到了1900人 那贝塞斯达裁员肯定是活该了 那冬式暴雪这边主要裁的谁呢 手腕先锋PVE部门和部分使命召唤20的单人模式制作 我就想说改啊菲尔斯边赛大点力 当然最重要的是就像你刚才看见的 麦克伊巴拉也被裁了 以及暴雪首席设计官艾伦亚德汉也退出了 不过呢艾伦亚德汉就是个老皮歪了 他有可能是顺便退休了 但是老爸呢 哎说到裁员你看他又哭了 我们之前其实一直这样认为 在微软决定收购冬式暴雪之前 他就向冬式暴雪安插了一个间谍 这个卧底啊他就是麦克伊巴拉 只不过当时这些都是猜测和笑谈 为啥呢 因为老爸在当上暴雪娱乐总团的时候 根本也没干过什么家喻户晓的事 天天就在打魔兽天天就在玩暗黑 当然对于玩家来说这也不是个坏事 尤其是当年他在玩防战的时候 在赎罪大厅 因为被那些毒条特别快的小怪 打得不要不要 所以直接掐着设计师的脖子说 你让这些赎罪大厅的法系小怪 毒条事情给我延长0.5秒 暗黑四出了以后更是天天干 其实大家也都挺高兴的 有这么一个专门能够喜欢玩游戏的总裁 那整个暴雪的未来和大方向肯定就没错了呀 然而现实就是他依然被裁了 那么面对裁员 感谢今天受到影响的所有人 感谢他们为自己的团队 暴雪和玩家生活做出的有意义的贡献 这是极其艰难的一天 我的精力和知识将集中在所有受到影响的杰出人身上 这绝不反应你们出色的工作 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忙 比如人脉建议等等请私信我 这第一段是针对那些被开除的员工说的 意思就是虽然你们被开除了 但其实你们很棒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 所以才被开除 如果你想找工作 我可以帮忙 咱讲道理 这员工但凡有点用 也不至于一点用也没有 就像别人夸你 你长得挺漂亮 就是有点丑 或者我会睡他 但会娶你 当然你把他当作客套化 好像也没啥问题 我们来看第二段 这是暴雪社区 我还想让大家知道 今天是我在暴雪的最后一天 带领暴雪度过的一段 令人难以启齿 难以置信的时光 并成为了团队的一员 为未来塑造团队 这是一种绝对的荣誉 我已经在微软工作了20多年 并且收购了动势暴雪 现在是我再次从外部 成为暴雪最大粉丝的时候了 这段里透露的信息 就非常重要了 首先第一 什么叫 我已经在微软工作了20多年 并且收购了动势暴雪 老八承认了 他他妈就是卧底 他来动势暴雪 就是为了帮助微软 收购动势暴雪 我们之前的猜测没有错 这老小就是带任务来的 那这一句呢 现在是我再次从外部 成为暴雪最大粉丝的时候了 啥意思呢 这说明老八没完没了的 玩魔兽和玩暗黑 并不仅仅是因为 他没有坏权 所以没事干 他是真的喜欢玩 当然因此我们也得到一个 非常奇妙的结论 我们之所以相对而言 还算比较喜欢老八 就是因为他一天到晚 啥事也不管就在那玩游戏 然而你也知道 一个公司总裁 如果一直在玩游戏 那么在行政层面 应该是不可接受的 但是玩家对这种人 却异常喜欢 就像同样是网瘾中年 菲尔斯明赛 也是个典型的网瘾中年 那么最后这段 感谢暴雪令人难以置信的团队 谢谢你们 言语无法表达 我对你们所有人的感受 你们太棒了 继续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确实 确实难以置信 并始终让暴雪蓝色 让玩家处于每一个决定的最前沿 对于今天受到影响 所有人士 我随时为您服务 并了解今天的新闻 是多么具有挑战性 我的心与你们每一个人同在 总的来说 老八的告别心 还是比较中肯的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一些 不同的观点 那就是在嘉年华的时候 其实老八表示过 自己想接着当总裁 但是他很有可能 被谁给挤兑走了 那我来看看负责人马特布蒂是怎么说的 这人就简单计为是老八的上司 暂时管着ABK 他说了 正如你们很多人知道的 迈克之前在微软工作了20多年 现在作为暴雪总裁 他已经完成了此次收购 因此他决定离开公司 诶 卧底身份得到了再次证实 然后又提到 随着我们的前进 我们将继续发扬迈克创作的积极势头 努力继续超越暴雪玩家的期望 嗯 某种角度的讲确实超越了 我要感谢迈克自交易完成以来的领导合作和建议 我知道他计划去旅行 并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 我们祝他一切顺利 老八自己也表示 他想陪陪家人 他想环游世界 据目前的小道消息 老八可能已经回微软并且高升了 但无论是被挤兑走 从此开始失业 还是回到微软得以高升 我们相信在短时间内 我们应该都不会再见到迈克伊巴拉 或者他的消息 我们应该也听不到了 马特布蒂也说了 新任总裁会在这周宣布 说不定在看视频的你应该已经知道是谁了 那聊了老八 接下来我来一坨大的 这一坨就是要拉没拉的奥德赛 我们之前曾经花了很长时间来介绍这张图片 从这个图片中所提供的图形信息 我们可以得出 这个游戏是北欧神号为背景的 以诸神还魂之后的世界为基础世界观的 在逃离到南极的神和人进行杂交之后 产生混血之后的 我们扮演这些混血来调查诸神还魂的真相的 最终boss大概是尼德霍格的 这么一款生存冒险类游戏 但是各位仔细想想 现如今咱就说现在 暴雪做的生存类游戏 真的是刚需吗 抱歉不是很熟 这次奥德赛项目面临的裁员是最严重的 整个项目组都没了 基本上斩草初根 这个IP你不要想再见到他 听到这个信息 有人直接拍炒称快 好哎 有人也说 哎呀你不能这么说呀 对吧 那你想裁员在你眼里只是一个数字 但这个数字每个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 不至于啊 真不至于 因为很早以前微软他就嫌整个冻石暴雪的组织形式过于臃肿 这次也算是某种程度的优化 而奥德赛的优化基本上是首当其冲 那为啥非赛不可呢 我们来透露几个信息 大家自己品 首先这个项目自立项开始已经经过了差不多六年 也就是说他是2017年就已经立项了 那么从这条信息中我们可以到达一个结论 那就是他对标的就是我的世界啊 方舟生存群化等等这种生存建造来游戏 然后该项目经历了至少三次重启 为什么呢 因为最早啊这个项目是用虚幻引擎做的 但是做到一半 哎 人家设计师觉得我们是不是该换一个别的引擎呢 换一个暴雪自研的引擎呢 哎 没错 暴雪有一个自研引擎 它的名字叫做西纳普斯 西纳普斯的意思呢 就是天空之城 这个引擎是为了手游做的准备 那么这几句话里 我们可以解决出如下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首先第一 暴雪并不是不重视手游 他甚至为了手游去开发了专门的自用引擎 同时呢他又想把以虚幻为主要架构道的赛 移植到西纳普斯上 很明显是为了做多端啊 或者多端互通 但是在这次移植中 他们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也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西纳普斯作为一款新的手游引擎 它其实并不稳定 而且调教的也不是很好 游戏换引擎那是伤筋动骨的事 不适应不熟悉不兼容都是问题 所以有很多员工就跟老爸反应 希望能够不使用西纳普斯 再次回到虚幻引擎来完成这款游戏 老爸也许诺了 只要微软来了 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到时候微软会给予我们技术选择的自由 我们哎呦哪个就有哪个 不用像过去那样等待 董事会逼准了 那这帮员工一听 哎呀微软一来不光有了铁饭碗 自己随时怎么都可以 那可太棒了 那只给钱不管是对吧 然后微软来了 就把这个项目直接连根拔起 就其根本来说 这款游戏虽然说试玩它的人 都说这游戏感觉非常不错 但是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已经浪费了太多的粒资源 而游戏本身居然要到2026年才会发布 微软有钱不假 但地主家也不能总有欲让 给你这么祸祸呀 而且甚至还有人认为 2026年它也是乐观估计 就目前的完成度来说 2026年也未必能够做好 搞不好再出过像 阿耶斯那样的半成品咯 所以这个本来值得于虚幻 后来又想搬到 希纳普斯上的IP 奥德赛 因为希纳普斯自身的问题 导致其无法继续开发 又有马特布蒂的说法就是 奥德赛的人员被分散到了 其他更具潜力的IP上 也就是说此时此刻 暴雪内部应该还有很多IP 是在同步进行 所以将来啊 将来再说将来吧 那么奥德赛项目的失败跟铲除 其实印证了咱们之前视频里 才能提到的一句话 那就是暗黑不朽 为什么暴雪会给网易授权 让他来做呢 因为暴雪看到了 IP改编手游的巨大商机 而且各位 如果你比较关注游戏圈 你会发现不止暴雪发现了 其他游戏剧头 其实也急得就烂恶 但实际上已经拉开距离了 我曾经这样讲 暴雪之所以会把IP 授权给其他公司帮他做 就是因为暴雪自己本身 没有做手游的能力 如果想要转赛道 通过IP改编 那么他需要从零开始 建设相关的流水线 需要有好用的自研 或者买断的引擎 还得有相关的手游 制作人才 所以对当时的暴雪来说 如果急于把IP 变成手游来变现 那么最快的办法 就是找合作伙伴 找合作伙伴呢 不光能够以极快的速度 把自己的游戏变成手游 还能够在合作过程当中 学习相关的经验 以保证自己 也能够同步拥有该技术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步子很明显是扯大了 奥德萨这个IP 自打开始做到现在为止 一共也才放出了 这么几张概念图 中途速速的推导重做 以及更换性 表现出了暴雪内部管理的混乱 而这也渐进反映了 为什么微软要进行 大规模的裁员 就像咱们之前说的 他一直认为 动视暴雪内部的部门 过于冗余和庸弱 当然在裁员后 微软也表态了 那些被裁撤的员工 会根据当地法律 给予相关的遣散费用 并且会努力的集中优势力量 让暴雪不仅仅局限于 目前已经大卖的IP上 崭新的人力资源 我给你翻一下 跨国公司合并结束 不听话的没啥用的 该辞退辞退 该减除减除 微软确实表现过 想让动视暴雪king 达到相对独立 但这种相对独立 也得是在微软 保持大方向的前提之下 所以说白了 砍掉不挣钱的项目 管理层换血 让部门更加短小精悍 我们姑且这么说吧 而这就是本次大裁员事件的起因了 当然早在年初 现在就是年初 就有人预言过 今年会是裁年之年 微软不是今年第一个裁员的 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 游戏行业再次临冬将至 我记得他们好像 去年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具体还有什么好玩的事 我会继续跟进 各位记得关注我 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集